每年到了年末,娱乐圈最火的事就是几大卫视和网络平台的跨年演出 每一家都是众星云集,要在几个小时内火拼收拾 都是使劲浑山解数,即要明星有影响力 还要歌舞编排赏心悦目动听,确实不容易 同时,每年跨年夜也是考验这一年来娱乐圈明星艺人的时候 出了一些年龄大的,不爱参加综艺的自身实力派演员 一些年轻的演员,不管是否流量明星,不管是否唱跳有实力 都会努力寻求资源,参加各种跨年演出,与一些专业歌手一起 在跨年夜分一杯羹,虽然大部分当红明星和歌手都在忙着演出 跨年演出确实是检验艺人人气的重要时刻 但每年还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明星,缺席跨年演出 比如今年就有几位,当然一部分在意料之中,一部分让人觉得意外 比如杨迪这位常年在各种综艺节目刷屏活跃的综艺咖 今年又没接到跨年演出的邀请,估计自己都会觉得失落 主动发文调侃自己,准备发一张单曲,为以后参加跨年演出增加筹码 虽然也只是调侃刷存在,以杨迪的唱跳实力和颜值及人气 确实不适合参加跨年演出这种规格和气氛的演出 他的强项还是说段子和在节目中互动牙间,连主持节目都不合适 而杨迪的师傅兼老板谢娜是更红的综艺咖 这些年一直在湖南卫视和各大卫视活跃 主持,上综艺,唱歌和演戏几不误 之前多年,谢娜都是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主持人 而且是一解未至,中途除了因为怀孕缺席了两年 其他时候都没缺席过,有时候不仅主持,还要唱歌 在跨年晚会出尽风头 但去年谢娜生完二胎复出不久,快乐大本营就停播 谢娜无心李维嘉和杜海涛四人,集体从湖南卫视出局 自然也就无缘在主持跨年晚会,也没机会去唱歌蹭热度 去年跨年夜,谢娜还勉强跟着张杰去东方卫视参加了跨年演出 今年谢娜的重心就是照顾三个女儿,偶尔出来演话剧参加活动 低调了很多,所以今年跨年演出 从湖南卫视到东方卫视等平台都看不到谢娜的身影也在意料之中 但是有三位顶流当红的鲜肉流量男性已唱歌出道 后面演戏,今年却缺席跨年演出 比如易阳千玺今年也有电影面试,人气居高不下 跨年演出却没有任何演出,让人很意外 连他的队友王俊凯王源都去了江苏卫视跨年 易阳千玺却没跨年演出 其实以易阳千玺的人气和才艺,不可能没被平台哄抢 估计是团队在控制节奏 毕竟马上易阳千玺还有大片要在春节上映 后续活动会很忙碌 而关晓彤作为演员都能参加各种演出跨界唱歌 作为专业歌手出道的男友陆寒 这两年虽然人气不如以往 但2022年还是在努力活跃 又发了新歌,还上了综艺 这次却没参加跨年演出 这不禁让人意外,还让人费解 不至于没人情啊 还有作为流量明星代表的肖战 虽然现在不如以前那么高调 但人气还上高 今年也有影视作品面试 没想到居然没有跨年演出 而且去年肖战也没参加 这也不可能是没有要约 只可能是肖战在控制综艺